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我们依然要采访几位车主来听听他们对自己爱车到底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现在你开的是什么车呀 英菲尼的QX60 什么时候买的呀 6年了 应该是14年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款车型 因为它是7座的嘛 家里人出去玩来比较方便一点 当时看了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RX 当时觉得那个上一代的RX它的那个类似不太喜欢 所以就选了英菲尼迪 因为当时那个孩子也看那个动画片 那个雄出没里面打广告嘛也是这款车 所以就买了这款车 舒适性比较好 豪华感也比较好 还有空间也比较大 油耗呢 油耗 我这个是2.5T那个混动的 油耗也不高 大概百公里十一二个油 那么这几年下来你觉得它不太令你满意的地方有没有 就我个人认为我喜欢那种减震比较硬一点的运动型的 它这个减震比较太软了 它那个比较SU的操控感比较差一点 如果是100分给它打多少分 打手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大众图观 什么时候买的呀 大约是2016年吧 2016年买的 当时为什么买这款车呢 一开始想的是买思域或者其他的轿车 但是家里家长觉得大众的车比较皮实 然后在大家眼中大众车一直是属于那种比较耐壮比较实用的车 所以家里就推进我们买了大众 而且图观相对来说空间大一点性价比可能高一些 图观的空间确实比较大 后排比较宽敞 然后前面像我1米8的个子坐在里面也不会太局促 当然这个车本身看上去不是那么大 特别是大众现在又出了几款比较大的SUV 后备箱也比较能装 那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吧 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呢 可能相对来说大众的油耗偏高一点 然后市区内可能百公里要10个左右 然后觉得这点可能相对来说不太满意吧 在用车过程中我感觉这个轮胎有异响 然后之前也去4S店去维修过 然后4S店的维修师傅陪我一起试驾了 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正常的问题 他说应该是刹车盘有问题 他说如果要维修的话需要把整个轮胎都更换掉 但是他说没有什么必要 这个声音在高速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且对行车安全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稍微有点烦 就是一开始没什么问题 现在开了大概4年左右 感觉发动机稍微有点噪音 就是车内的声音比较大 而且整个车的音响感觉不是很好 20多万的车感觉在音响上面没有很下功夫 你会打多少 应该打80分吧 我觉得其他那些方面都是可以改进的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奥迪SL 什么时候买的 2015年买的吧 买到2016款 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款车型呢 其实当时主要女孩子嘛 还是觉得那个外观比较好看 然后还有就是 当时本来我想买雷克萨斯的 然后后来当时我朋友 我们一起去买了这款奥迪车 然后他们都说操控性比较好 后来我买了这款车以后 真的感觉还操控性真的比较好 因为我以前开过宝马嘛 然后我觉得这款操控性真的比宝马还好 最满意的应该就是操控性 然后还有重力 我买的2.0T的 然后就是动力比较好 空间也蛮大的 油耗也比较低 因为之前朋友也有开奥迪的嘛 然后他们就说奥迪车有烧机油的问题 然后当时我买这款车的时候 那个销售顾问就给我说过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新出的这个 就是说奥迪SL这款车 然后就是发动机是经过改良了 改良了的 然后就是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用了这几年下来有这个现象吗 嗯 没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你不太满意的地方有没有 有啊 就是比如说我在倒车的时候 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 呃 砰砰的异想 然后之前我还开车到他们那4S 连去咨询过 他们说这个是正常的 我说这种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还以为车子哪一点出了问题 然后他们说这个都是不能避免的 就是所有的这款车都有这个问题 他们4S店 然后就是说每5000公里就要保养一次 但是这种让人觉得很烦 现在不是都是那个合成机油吗 然后应该1万公里保养一次应该没问题 比如说像换那个火花骰 然后就是说在2万公里的时候就需要换 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听到朋友们说 就是说打火的时候没有 就是打不燃的那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不必要更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坑啊 如果给爱车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嗯 勉强及格吧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标志408 什么时候买的呀 人是去年 去年 六月份 为什么买这个车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车整体用起还不错 我这个车买的是一个二手车 是朋友他到广州去工作到外地去 然后他车就用不了了嘛 就就转弱了 我感觉那个比较滑的来吧 这款车你开了之后你感受怎么样 有有三个方面吧 第一我觉得那个动力比较充沛 因为作为一款家用车车 他车身本身不重 然后他马力有160多匹马力 感觉加速性能啊 这些都还是不错 第二个就是配置还是比较高 作为十来万的家人轿车 它的车窗一件身价 还有包括触摸屏 这些都还比较齐全 还包括天洞座椅 都还是很齐全的 第三个就是底盘还是比较我 因为跑高速这些 跑到100多公里的时速的话 都还是很猛 没有飘的感觉 总的你不太满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有时候可能这个刹车感觉有一点异响 油耗感觉的话有点高 现在相对来说1.6排量的话有点高 我现在平均油耗是10 不太明显的 有时候感觉可能骑俗的时候 有一点顿挫感 但是不是太明显 有时候细微的 因为驾驶久了过后就感受到 那如果给爱车打分的话 100分你会打多少分 80多分应该可以吧 这里是车主有话说 通过今天我们对车主朋友们的走访呢 也听到了他们自己对爱车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如果您对自己的爱车使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来参与车主有话说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持续向好 但不要掉以轻心哦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